好,我们要计算说 你输两个正整数 A跟B 当然A要小于B啦 那我们要计算A到B之间 所有偶数的总和 那偶数就是 余数 除以2的余数等于0 就叫偶数 所以这个题目也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一样是 进入Anaconda 你安装Anaconda以后 就到朱比特Network去 那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 课本是在讲第四章 主要讲毁缺 那这个我们TKC的特讯上台 毁缺的部分 主要是在第三类 第三类 所以呢 我们第四章点一下会出现这个 那 我们也可以 不一定要Copy 我们可以从头来做 就是说我们 可以选一个 请输入 把它Copy过来也可以 比较简单 请输入一个起始的正整数 起始 那 再来呢 我们希望输了的话是一个B值 所以 这里就改成B值 好 这个是叫中指的正整数 中指 就是结束了 正整数 那我们再来我们要算那个它的总和 我们一样可以用S 总和用一个S 等于0 刚开始词等于0 那我们就for i in range 我们Range就是A跟B加1 因为最后那个不算 所以变成A 然后打冒号 那我们这时候只要判断这个 i i i mol的2 mol就是除以2的余数 等于0 代表说 这个就是偶数 就是我们要加的 那我们就S 就等于S 加I 记得 它这个跟C言学法也是一样 你可以写S加等于I 这样比较简单 那我这个锦字是代表它是一个注释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程式 这次我说明给你听 就是说也可以写成这样 好 那这个回圈全部做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印出来 好 那你就说 总和 为 应该是偶数的总和 偶数总和 为 什么东西 好 那这是一个字串 我们再加一个痘点 痘点可以 我们把S把它印出来 好 那你们可以试看看 比如说它是 课本的例子是 如果是输1跟100 这时候答案是2550 好 你看你的答案是不是2550 好 比如说你输1 这个输100 对不对 好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2550 好 那跟课本 这个 特讯交产的课本 答案是一模一样 好 讲解完毕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